今天上午中南部地区仍然会有一些局部的零星短暂震雨 其他地区大多是多云道晴 午后在中部以北、东北部、东部以及其他的山区 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震雨 有气象专家预估今年梅雨季第一道滞流风 将在礼拜三、礼拜四封面通过天气不稳定 各地容易出现短暂的震雨或雷雨 其他中西半部地区也必须要留意短延时的强降雨发生